这种大水量的吐司,组织性能发光,非常的柔软,切片能达到下腰的状态,而且口感是Q弹的,就有点吃肉肉的感觉。 制作过程中最难的点就在于和面,因为含水量大,面团揉面过程会呈现稀烂的状态,因此选择吸水率高的面粉是提高面包吸水量的关键。 教程依旧详细,新手朋友也不用担心学不会,我们来边做边聊。 先制作烫肿,非常简单,高筋面粉80克,开水180克,一起拌匀即可。 烫肿它是比较适合用在这种高含水量的面团里,可以延缓面包老化,提升组织柔软度,增加弹性。 建议是隔夜冷藏后使用,这样才能让烫肿释放出更多糖分。 烫肿保存期限建议是三天内用完。 煮面团的高筋面粉是420克,这款新凉大师日式吐司粉,你用来做各种吐司都是没有问题的。 鸡辣糖46克,干酵母5克,盐6克,大致半均匀,再加入56克淡奶油,220克水。 夏天用冰水,冬天用温水,方便控制面温。 只要你有个良好的出面温度,你就成功了第一步。 液体的部分建议是预留20克左右,等到面团已经开始形成面筋,然后再加入我们之前做好的全部烫肿。 这样操作可以让面团更快的起来。 接着往下揉,依照粗膜的状态,加入黄油32克。 夏天制作的话,高水量面团,建议你注意两点。 第一是随时关注它的面温,第二个是千万别揉过头。 最终揉好的面团,能拉扯开一张薄透均匀的手套膜,撕开破口处是有少许锯齿状的。 拉扯面团的时候你肯定会问了,我的面团为什么粘手啊,你的面团怎么这么听话呢? 注意看啊,我手上磨了油,你们也要注意这些细节。 当然我是喜欢直接把细节提示给你。 新手朋友来说,我建议你做到这个水量就已经可以了。 熟练之后还想挑战大水量的吐司,你再慢慢地把水量往。 88%、90%这样去加。 今天来做个吐司盒面团用量的对比。 我这里用的是250克的吐司盒,像我们到底是要放入多少克的面团会比较合适啊。 我们把一份面团切240克,一份切260克,剩下两个是250克。 大致收缘后松弛15分钟,再来进行整形。 这里做两次杆卷,每一次杆卷都不要太用力。 制作过程中可以看见是有很多大气泡的,这个是正常,因为它含水量高。 整形的动作也要轻柔一点,防止破皮。 破皮它是会影响最终的吐司成品。 其实做这种大水量面团,也可以整形的粗犷一点。 直接整成圆形去经营埃发也行。 也可以像我这样进行两次杆卷。 都整理好后,放置温度36度,湿度60%的环境下,醒发40分钟左右。 这个你要根据你面团状态来。 等到面团开始长高之后呢,它的过程就会比较快了。 所以说在后面的10分钟左右,你要持续关注它的状态。 送入烤箱,今天用的是长地大白金烤箱,已经提前预热。 上火140,下火200度,烘烤32分钟。 出炉后,震一下模具,放置晾网等待冷却。 这里面团用那么的对比来了,你们自己感受一下。 高含水量的吐司,你想要它表皮不皱巴巴的, 可以通过延长烘烤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然后烤出来的吐司表皮金黄金黄的,而且还有脆脆的口感。 高含水量的吐司,它拉丝效果是一般的,组织达不到细腻的状态。 因为制作过程中,发酵会产生大气泡。 但是口感非常Q弹,这就是高含水量吐司的特色和优势。 还是非常好吃的,推荐去进行制作。 当然面粉一定要选对,否则吸水性达不到也是会失败的。 怕翻车的同学呢,可以用我这个同款新娘大师日式吐司粉。 点击我的头像,主要有很多使用的烘焙教程,等待您打卡哦。